2017年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即将在明年8月登场 台北市政府和全台湾十大物流业者合作 提供参赛国的选手便捷物流服务 更表示绝不会再发生撑勘跳选手没肝子的情形 这是世大运首创官方物流团队 也希望透过这次赛事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物流服务的软实力 为了明年的世大运 台北市政府宣布 届时将与十大物流业者携手合作 提供参赛国的选手最便利的物流服务 台湾是第一次整合这么多的物流业者 无论航空海运 还有包括中央的报关的程序等等 都给予特别的一些服务工作 那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 也让国际看到台湾的软实力 世大运的规模仅次于奥运 赛会期间将提供5000辆物流车种 以及7000多位物流专业服务人员 世大运大会物资或球员器具 官务署也表示 海关也将配合提供便捷的快速通关与优惠 绝不会再发生 趁干跳选手美杆子的情形 希望说台湾以后再有大型的国际赛事 是国内的物流又可以 透过这样的一个联盟就来做了 不用让国际的物流业者来这里竞标 我们可以得到 让物流业者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机会 过去几届的世大运 主办国没有提供物流服务给参赛国选手 这次台北市大运首创官方物流团队 要让世界看见台湾物流服务的软实力 新唐人亚特电视高建伦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